高雄這家烤饅頭店 排起長長人籠 大家跟著領取每人一份烤饅頭 加飲料套餐 原來都是為了慶祝 台灣拳后林玉婷 奪得巴黎奧運57公斤 量級全級金牌 排第一的民眾提早來等待 大家臉上洋溢開心跟驕傲的表情 愛台牙醫史書華 臉書公告及品文本來要送900份 最後也加碼到1450份 特別選在高雄作家藤錦樹 開個烤饅頭店 要分享喜悅給高雄鄉親 民進黨立委黃傑作為神秘嘉賓來到現場跟大家一起同樂 被問到會不會投入高雄市長選舉 也立刻秒回完全沒想過 要做出1450份饅頭套餐可預見來的人會很多 申請路權外 店家還用推車加粉筆在地上畫出等待線 特別設計號碼牌貼紙上面加住金牌 果然來領取的民眾真的很多 大家吃的滿意笑的開心 都為台灣權後感到驕傲 三星的徐信股仙高雄報導